小杜小杜 想聽一點快樂的歌曲 快樂歌曲 Loveston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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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沒有人 牙好疼啊 今天眼妝很重啊 顯得很重吧是應該是 晚上好 謝謝加班路到瑤瓦的奶茶 謝謝一直在這裡的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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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黃冠 感恩 感覺我今天的妝畫的跟往常很不一樣 但他們都說我今天的妝很漂亮 謝謝望望鮮貝的氣球小熊 我覺得是最光線的問題 顯得我妝很奇怪 主要是我為了B50買的假睫毛 我總得用吧 謝謝白俄技粉絲貼張張的不能遏止 我總不能今年買的假睫毛 等到明年B50再繼續用吧 這個燈 這個燈感覺開了之後怪怪的 是我開的不夠亮了 哦好像好像亮了一點會好一點 沒有吧我很久沒有稱體重了 我真不知道自己最近有沒有瘦 但今天肥子說我的臉變小了 可是這瘦這麼一點哪夠啊 我今天身上好疼啊很難瘦 脖子也疼肩膀也疼哪兒都疼 晚上好 非常想要去按摩 但是這個點兒也找不著按摩的地方 謝謝失敗的小奧特特的奶茶 我感覺這個妝只有上工眼好看 直播又顯得怪怪的 我知道為什麼怪怪的了朋友們 因為我把自己的眉毛給修了 你們沒有發現今天我的眉眼間距特別遠嗎 還有這個眉頭這個位置特別遠嗎 這就是昨天晚上半夜起來修眉毛的下場 因為昨天就是晚上修眉毛然後怎麼修都覺得不對稱 左邊多修一點點又覺得右邊好像少了一點 然後右邊再多修一點點又覺得左邊少了 最後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好好 我本來想今天試戴我新買的美瞳的結果忘記戴了 明天要起來收拾房間了明天也不能睡什麼冷覺 好想出去按摩呀 這個點兒應該沒有按摩店才開著 待會兒去群里問一問有沒有有人想去 真的很難受 可是說實話我這兩天也沒幹什麼 打得真也不至於累這麼久吧 話說我今天看那個回放我的指甲真的好閃 它就像加了一個特效一樣你知道嗎 就在那個燈光下面在那發亮 好閃好閃 就你們看過那種 電影裡面加那個blingbling特效嗎 我的指甲就在定頭下面就就在那 就來來回回閃來閃去 閃到什麼程度今天我們去錄那個過年的東西 然後姐姐問我說這個支架款式應該叫什麼 她說好閃亮 好希望能再把頭髮染淺一點 我都本來打算買那個新的染髮膏了 然後想了想過年了我燃給誰看呀 直播又看不太出來對吧 對吧 好希望您後悔的你們見到我我已經收時間了 半個月數時間太難了 以前我可能可以現在不行 很多痛心 這疊瘋蛋還挺對我胃口的 可是我现在对吃的东西 没有什么特别的欲望 就是 没有什么特别特别想吃的东西 然后也没有那种 为什么今天要叫中怀景 我以为你是想打张怀景 打错了 谢谢今天我加班了吗的奶茶 拳头大的大 我愿意天天吃虾 今年我妈妈应该不会 过年不会在 但是她如果在的话 她也不会让我吃很多的 因为 我妈也是一个觉得 瘦的比较好看的人 我眼睛上的亮闪闪都快掉光了 对今天刘贤也是说 她说靠饿容易降基本代谢 就是你之后再吃东西 会很容易一下子就反弹回去了 可是我觉得刷纸这个期间基本上就是靠饿呀 妈呀我真的浑身难受好想去按摩 待会我就去问 哪有按摩店这个点还开着呀 很少的 等我们直播完了都得12点多了 人家最晚也就营业到一两点 谢谢凤哥的奶茶 人还不能特别多 人一多人家可能都安排不过来 人家技师就那么几个人 汪苏文也可以 只要是这个快乐的歌就可以 明天 明天 明天我要收拾房间 我不一定就还想去按摩了 所以说 金色印象为什么还不开到上海来 金色印象要是开到上海来多好呀 900千卡是什么意思 新的一年 我第一个愿望是希望自己受使劲 第二个愿望是希望金色印象开到上海来 最好离中心近一点 第三个愿望还没有想好 先制两个吧 那我一定会天天泡在金色印象 可是我感觉那种按摩店 在上海都经营不起来耶 你说它价格又不高 又有那么多吃的 然后上海这个地段 房租什么的都会 开不起来吧感觉 老师想打哈欠姐姐姐 碰了可能 确实开在上海肯定会是肯定会涨价的 涨价的它就不是我爱的金色印象了 你们说我要是这个时候还有随心飞多好 我有随心飞 我周中我就飞到长沙 去按一个膜再回来 谢谢寿司打工人满的奶茶 吉祥航空行星好吧 吉祥航空行星好吧 人家梁朝伟先下时间坐飞机到伦敦广场喂鸽子 我闲下时间就坐飞机到长沙按个膜 真不错呀真不错呀 这一切都取决于新的一年 希望新个好吧 好奇怪为什么我的脸被我的手黄这么多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吉祥航空是所有就是这些处随心飞的航空公司里面 这个就是各方面来说综合来讲性价比最高 他又不是一个廉价航空 你说他扪心自问一下这歌快乐吗 我就想说 小多小多下一首 你们现在想想这个 快要没电了 你们想想这个 我要说什么来着 我要说什么来着 有点够不着这个冲天 我已经连我的 明天拿的收拾衣服的衣架都准备好了 实在是挺屌的 还好里面没有装什么东西 对呀 今天的直播没有小猫咪 正常来讲这个时候 眼眼已经在走过来的路上了 它会马上跑到腿上 躺着 可以收拾房间 我的房间已经保持这个叙利亚战场的姿态有两个月了 得有两三个月了吧 我感觉 实在是难以忍受 爱情有点 对我现在还在生长眼眼的气 特别是我今天发现 这个我的帽子上沾了一点叙叙之后我更生气了 虽然不是帽子是袖子 记错了 打字的时候记成了帽子 更生气了 更生气了 还没有 谢谢樱花花瓣的普洛蛾子 不是黑色的羽绒服 就是我今天穿的 应该是我那个羽绒服本来放在脏衣楼里面打算要洗掉了 然后结果可能他们猫想上去 然后掉地上了 之后就粘到了 对啊闻到屋子才发现 因为我穿的是白的羽绒服 看到上面有一块黄黄的 我一闻 就是说被猫叙叙这个事情吧 只要你经历过一次 那个味道你永生难以忘怀 但是洗衣机你不害得把羽绒拍开吗 好累啊我觉得 你不会觉得累吗 我觉得好累 我们家也用洗衣机洗羽绒服的 洗完要拍好长时间 用心刻画最幸福的 对吧得拍 我又不可能花那么长时间去拍羽绒服 大家的猫猫都很喜欢叙叙吗 我买了一个很便宜的那个寒妆的气垫 打算回去的时候直播什么的 我有懒得化妆 也不是懒得化妆吗 就是懒得化那么精致的妆 我就拿气垫随便铺两下 然后在家里直播 我发现我完成公演回来 直播 会特别想打哈欠 我明明没有那么困 但我就是想打 你在吃梅婷好羡慕呀 我也想吃梅婷 想吃梅婷真的好好吃 脖子过敏消了吗 我觉得这个每次直播的时候显得我的头好大 谢谢double流行荷包蛋的奶茶 我公演的时候又过敏了吗 我知道了我今天看自己很别扭 就是因为我刚修完眉毛 我还不会化 我又想打哈欠 打得很大一个海气 我都没注意到耶 左边脖子过敏 好闪 这个吗 来说是 那个年前让我去补一次色 我一想年前我不给谁看呀 我还是年后一起补吧 但是年后我估计 我要补他这个发根 就得给我算价钱 你们知道吗 我这两天沉迷在抖音玩游戏 我这两天睡眠状况不是特别差吗 就是动不动就出一点小问题 要么是细心荧光棒 要么是这个醒太早 要么睡不着 要么是中间醒了再睡不下去了 然后我就在抖音玩两个小游戏 推荐给你们很好玩 这两个小游戏 一个叫躺平发育 一个叫 异世界转生模拟器 好像是叫这个 是转世还是转生 不记得 躺平发育真的很好玩 它是一个塔防类的游戏 应该算塔防类吧 躺平发育 你去抖音搜 然后就会有那个小程序 直接打开就是这个游戏 其实它原先的名字好像叫 猛鬼宿舍 但是因为过不了省吧 大概是 然后异世界转生模拟器 就是那种 还蛮有趣的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 然后也没有画面 只有剧情的小游戏 模拟人生 我该怎么说呢 就是有点像 但不完全像 很好玩 我觉得我今天早上 不是一直醒着吗 我就在那一直玩 那个异世界 那个转生模拟器 我今天喝了自己做那个椰枝美式嘛 发现 好像 没有就是心计什么的 但是 该怎么说呢 就是我今天精神上非常亢奋 然后状态也很好 但是 我生理上 挑第一首歌的时候 还是晕了 而且跟前两天的晕 还不一样 前两天是 世界在我眼前旋转 今天的晕是感觉我脑袋中间的那个平衡器 坏掉了 我也没有很慢慢喝了 我觉得 我都是牛饮 因为我觉得美式太难喝了 但今天做的椰枝美式还可以 我不知道 我觉得明天我不喝咖啡应该就好了 就不会晕很多天 我觉得今天晕可能主要是因为咖啡的问题 对因为今天我吃了很多东西 没有空腹和咖啡 希望今天我能睡个好觉 待会晚上去试试我的洗袜子机 我以前买过一个洗袜子机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but 它坏掉了 我买回来三四个月吧 太久坏了 而且我去找那家店 保修 它刚开始还回复我 后来就不回复我了 等会儿我就测试 我今天出去的时候已经把我的几双袜子用洗衣液 泡起来了 然后本来想今天晚上回来洗 没有想到今天那个洗八字机就送到了 我觉得可以待会儿就试一下 希望它好用 但其实跟你们想象的那种可能不太一样 其实它有一点费劲 因为它需要自己加水 它比其他洗衣机 就那种洗八字机要先进一点的是 它不用你自己把水倒出去 因为它有一个排水管 但是那你中间换水还是要自己换的 就也挺麻烦的 但是这比我自己手挫已经省力太多了 所以我还是毅然决然的购买的它 我买的便携 卸妆油也到了 我发现了 我是因为也没有很久不出去玩吧 上一次出去玩也没隔多久 但是就是挺久没出去玩了 我这个回家的这个化妆包 还有这些洗漱用品什么的 我完全是按照出门旅游的标准才准备的 感觉回个家准备行李 给我准备的很兴奋 小杜小杜 下一首歌 你自己你扪心自问一下 你觉得这些歌快乐吗 算了 这歌我还挺喜欢 听听的 已经为了变得更好去挑风马 我不记得歌词 那我倒是装不满两大衣小三个箱子 因为我想想我回家 也不怎么出门 万一我还要居家隔离呢 应该不至于吧 我感觉 而且弟弟虚过的那个箱子 它有一个什么小部件掉了 它那个拉链头也掉了 搞得我最近不是很喜欢用它 但回家的话可能还是得用它吧 惊动了一下 这机器价格跨度够大 你说的是什么呀 是说我的吸袜子鸡吗 要14天健康检测 那我岂不是回家隔离健康检测完 14天完事我也差不多该回来了 星星好 不要客气 健康检测只是上报情况吗 就是每天我上报一下自己的体温 我爸说要24小时48小时的核酸 没关系啊 我打算23号我道具厂了 第一件事情就先去跟蕊子去附近的医院做个核酸 然后做完我们再回来化妆 我得到的都选择 我得到的都选择 结了烟我不习惯 没有你我怎么办 三年里面的一把 才学会怎么认识 小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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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首歌 还行吗 这个也不算特别快乐 但还挺快乐的 这个颜色上镜 就是说他我这个头发 其实一开始染出来是很浅的灰棕色 因为我第一次洗头的时候 没有用那个去黄护色洗发水 导致现在他已经完全没有灰色了 我打算之后再自己买一个那个 独角兽染发膏回来补染一遍 自己染试试 其实我有点不太放心 但是我又不想去理发店 那个理发店太冷了 不想去 小肚小肚下一首歌 好的音乐时刻陪伴你 小肚小肚下一首歌 五月天孙燕姿温柔 F A Y B A Y B L U E 20TH 头疼倒是不会的 但是头发会很容易断是真的 我现在就洗完头 有的时候梳头 就会从中间断掉很多头发 因为我底下头发已经漂过太多次了 小肚小肚 下一首 好家伙 来了个爵士 而且这快乐吗 Blue Christmas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悲伤圣诞节的意思吧 这个毛衣真的穿起来很舒服 以后可以经常去这家店买衣服 我小时候第一次知道Blue是悲伤的意思 是什么时候来说我都不记得 好像是我在外面补课 然后补英语嘛 就就讲说说如果问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 你可以说I'm blue 然后我当然就想为什么可以说I'm blue 老师说是因为Blue可以说心情不好的意思 其实我小学的时候一开始英语 英语学得很差就考试成绩很不好 我就是后来这个怎么说因为受刺激了就很生气然后开始学英语 牙长出来了 牙挺 这边的牙齿 因为我那次真的很倒霉 因为我妈妈当时写字太难看了 然后我妈妈签的那个名字 还有那个就是就证明听写完单词的那个字 老师觉得是我自己写的 他觉得我这个简直胆大包天 欺骗自己的师长 然后还这个造假 他觉得我罪无可恕 之后他就叫我们班一个英语挺好的男同学 到讲台那里再给我听写一遍那个单词 我当时就只有一个单词还是两个单词没有听写上来 记得特别清楚 国庆节 International Day 然后 那个 我就是那个单词想不起来嘛 而且你说这个单词很长 一个小学生他记不清楚 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嘛 之后 他就走过来 然后就是 那International Day是什么呀 International Day 是什么呀 我不知道 National Day是国庆节是吗 那International Day是什么 我记得前面有这个International 是国际 那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 国际日 我为什么记得前面有这个 国际日有这个节日吗 还真不知道 反正就 他就过来 应该是课文里面有什么背景嘛 我也不知道 然后反正当时 就他又走过来 我就插那个单词写不出来 他走过来 然后就一副那种 你不用装了的 那个样子 就说 说行了 不用停写了 然后说 你下课来 我办公室一趟 之后 我去了办公室 给我好一顿说教 你知道吗 说教的 中心思想就是 欺骗别人 等于欺骗自己 我当时在办公室 我就说 我说 这真的是我妈 给我停写的 她只是 单纯的写字难看而已 然后说到最后 一边哭一边说 她就觉得 我就是在说谎 她觉得 我就是在骗人 晚安晚安 之后 我这个事情 一直记到现在 你们想想 这对一个 少女的心灵 到底造成了 多大的损伤 后来那个老师 我后来英语成绩好 然后她可喜欢我了 她那个五六年级的时候 她已经不教我们年级了 不教我们班了 然后每次见到我 还我说 怎么你长这么可爱 谁成绩还这么好 我当然 我当然是 谢谢老师心里 一直记恨到现在 到现在想起来 还咬牙切齿 而且 就是她不是 叫那个英语 比较好的男同学 来听写我吗 后面从三年级 到六年级 这个男同学的英语成绩 再也没有超过我一次 就小时候 我感觉小时候受委屈了 你会记很多年 真的记很多年 我还记得 我小学的时候 我当时上一年级 你们想想 我上一年级的事情 我记得这么清楚 记到现在 就当时 二年级 有一个男生 就是 我不记得当时 怎么认识他 老欺负我 然后 在操场上 就是 那个 追着我 然后 拿跳绳跟我玩 然后拿那个跳绳 还打倒我了 之后 就是 我去找我们班 找我们班的班主任 就是说 说那个 说这个男生 他老欺负我 你们知道 我老是说什么吗 我当时的班主任说 那你要想想 你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他不欺负 别人欺负你 Oh my god 然后 我就去找了 那个男生的班主任 告状 我心想 我的班主任 不管我这事 那我就要 户害户害你了 一直记到现在 但没关系 就 我感觉人有的时候吧 就是 你小的时候是一个性格 长大的是一个性格 但是有的时候吧 你中间迹经变化 还是会回到 一开始的样子 我就是 我 其实你看我很小的时候 一年级 二年级的时候 我是还挺懂得 保护自己 不愿意让自己 受委屈的一个人 但是出高中的时候 就有一段时间 特别压抑 就是会很委屈自己 然后 被别人欺负了 也不敢说 结果现在 数土同归 我感觉 前两年 有一段时间也是 就是很压抑 现在就还好 现在 就 才不愿意让别人欺负 但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 因为 长大了 你不可能像以前那样 以前 小时候 事情就很单纯嘛 可能就是你跟我 之间的事情 但是长大的 有的时候 好多事情牵扯到 好多人 然后你最后 还是得委屈自己 什么都不能说 但起码已经不是像 不是像小时候 不是像我出高中那样 出高中是 就算 有的时候可能也会不说 然后 自己去哭 现在是 而且当时会觉得 特别特别委屈 现在是 知道我自己站立 就这个事情 我没有错 我心里面起码是 不会觉得 很难受的 你不懂 有的时候 你就是没办法表达 特别是像我们现在 我们这个 也是公众人物嘛 有很多东西 就是牵扯的 太多了 你也得考虑别人呀 谢谢 冰糖高高 蒸花全账 谢谢 白乐际粉丝 贴上账的 皇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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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解释的 也未必会有人听 所以就有的时候 感觉有些话 不如不说 长大的就是会这样子吗 没办法 我以前是很喜欢跟人 就是论个是非黑白的那种 长大的有的时候 就是遇到一些 微博上 就以前冲浪的时候刷微博嘛 看到有一些 就我很想说两句的言论 然后 我打了一大长串字 又因为不想跟别人吵架 就 挨个删掉 我觉得大家 很多时候都体验过这种感觉 应该 就觉得很麻烦 小的时候觉得跟人讨论一个事情 是讨论 哪怕是争论 双方彼此的这个气氛也是友好的 但是你现在 你不觉得网上冲浪的时候 如果你跟别人起争执 就是你们去讨论 争论一个事情 就很容易就 这个气氛就很差 就你们两个 不再是单纯为了这个事情 本身去讨论 或者去 就是抒发自己的一些观点 就感觉现在的网络环境 很难心平气和的去 聊一些事情 也很难去 输出自己的观点 所以我有的时候 我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 我是看哪一个 微博账号 我不记得了 反正当时我就感觉 他们底下的评论氛围好好 就 两个账号在下面 就是 每个账号都是一大长串 一大长串在发 然后一开始可能 别人乍一看 会以为是在吵架 后来仔细一看 发现 就大家就很心平气和 然后也很友好的 在讨论一些话题 而且现在好多时候 我感觉有些人说话 其实就是很 很冲 他也根本不想跟你好好说 他可能觉得自己很酷吧 有人带你世界路过 有人为你的分体 我这只缺了新的规则 敢玩就敢扰我 有人把你也信过 我有人爱你灵魂游 我这个星球 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一个道理 有理不在升高 话题怎么忽然偏到这个方向来 我们刚刚到底在聊什么 忽然聊到这个 晚安 晚安 而且我觉得 很多事情就是 如果双方都说服不了彼此的话 求同存异嘛 你不能要求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跟你观点都一样 我又记得小时候上历史课 也不是很小吧 初高中的时候了 老师又讲说 我都不记得是讲什么东西 第一次讲到求同存异 应该不是在 我国和香港 讲这个一国两制这个问题上 好像有提到过求同存异这个词 但是我记得第一次讲这个知识点 好像不是在讲到这个两岸问题 不能说两岸问题 反正就是 不是在讲这个事情上 好像也不是近代史 我都不记得了 但是就是当时讲到这个词 我又觉得哇 把这个人生哲理 不记得了 真的不记得到底是哪一个部分提到 提到这个词的 所以你们看 就是读书嘛 你有的时候可能都不记得 这个东西出处在哪里了 但是你会发现 学到你脑子里了 他就是你能用的上的东西 所以想了想 是的是的是的 好像是你说的这一块 想了想 觉得有 就是如果没有考试的话 其实学习还挺快乐的 汲取新的东西 学习新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我觉得学生时代最痛苦的 就是考试 而且其实考试它本身 它也不是说多么让你痛苦的事情 如果你就是 有的人他是可以从考试里面 获得成就感的 他考了很高的分数 然后他达了一道特别难的题 他会特别有成就感 特别快乐 对 卷比较痛苦 家长对考试态度 让人很痛苦 考试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痛苦的就是 考试成绩 特别是初中的时候 因为初中我们当时的 我的班主任是宇文老师 然后他 怎么说呢 就是 他压分压得很严 就我当时的年级里面 你宇文考八十多分 八十六分左右 你可以排到年级前三的 但是我妈就是不相信 我妈就觉得 那满分是一百分 小学的时候宇文数学 都是九十多分 怎么可能你现在考八十多分 就是高分了呢 然后我就 我就很痛苦 很痛苦 太痛苦了 我都不知道 现在初中宇文 是不是还是这个 这个两分 谢谢严恒的奶茶 我不记得宇文满分是一百二还是一百了 应该是普通月考满分是一百还是 我记得我当时满分一百五呀 就是中考的时候满分是一百五呀 平常考试是不按一百五分 对吧 中考应该是一百五 确实各个地方应该是不一样 做数学卷打发时间 我的天哪 好 可以吧 以前宇文阅读理解 韩寒为什么要写蓝色的窗帘 那窗帘就是蓝的 我还能说它是绿的吗 就离谱 他就一定要 要你按照那一套套路回答 就是说 这个蓝色象征了作者忧郁的心情 和上文的什么什么东西呼应 然后呢 同时这个引出了下文 这个什么 的情节 然后呈现其后 啪啪啪啪什么什么什么 都是套路 都是把这些东西背下来 然后往里面套 我小的时候真的觉得很没必要 而且你看 大家这么这么严谨的考阅读理解 现在不是还有好多人阅读理解根本不过关 你说 你说 你说这个 你说月亮是黄的 他说 你凭什么说月亮是黄的 月亮它就不能是白的吗 月亮在有些文学作品里面还肯定是红的 我就是想说今天月亮是黄的而且写愿的不是塞尔达吗 我都好久没玩塞尔达 我的马里奥还在那个马里奥马里奥奥德塞应该还在元旗呢 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因为大家都习惯了把这个东西套进一个套路里面去 他只是拿这个东西去做题 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想要去理解作者他到底要表达什么东西 他只是想要拿分而已 他其实可能根本就没有get到这个作者这里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东西 但是他为了拿分他就硬套 而且我现在想想我觉得我觉得小的时候数学老师真的骗我骗的骗我骗的我好苦 就是当时我们数学老师不是说你写了个解字 然后写什么公式也能得分吗 之后我高考的时候 中考还是高考我不记得了 反正就是最后的大题我实在不会做了 我就把我能背下来的所有跟这些函数什么的有关的公式全都写了上去 结果一分也没有拿 连解字的一分都没有给我 应该是中考吧 我记得 我就解字写的最好看 那我觉得我背那么多里面总有一两个是对的吧 那他给我一分呢 不过小时候其实我最不喜欢的学科 就文科学科 是政治 我感觉政治要背很多我不太感兴趣的东西 但是我现在因为常年靠恐怖小说恐怖电影来解压 把这个十二字针眼背得滚刮烂手 这是我当年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哦是二十字吗 哦是二十字 不好意思 我今天脑子特别不好使 我们今天写福字 你们知道吗 我提笔刚写了两话 然后 刚写了两话 我抬起头问姐姐 福字怎么写来着 然后今天送祝福 就是你要对着尽头给大家送一些新春祝福 我张口就是 祝大家2020年事实顺利 万事如意 我也是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那让我背一遍啊 这个常年玩 我最近沉迷那个规则类怪谈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经验成心友善 下次如果再跟他们去玩密室的话 我就应该 去背这个 当着NPC的面 背这个 我进去 我去双手和尸 阿弥陀佛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经验成心友善 我 我不行我不能玩追逐的那种 我玩追逐就一下就菜掉了 我们二十关吧怎么样 小度小度 王庆凯蔡几琳新紧定 那个密室就跟山子哥他们去玩那个 我今天还在跟虽然山说 我说好想玩 他说我也想玩 可是我们俩年前都见不上了 他也想玩 就是那种心霞的很上 就是好贵 就是好贵 跟你们就是 竞价看特殊公演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 一边痛并快乐着 一边痛一边快乐着 不吓人 完全不吓人 不恐怖 不是一前二一个人 嗯 比较像剧本杀 啊 拿这个当团建 你要掏空蕊子呀 你真的是要掏空他 这 这 你把他一年的俸禄拿出来吧 差不多 哦对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 这二位说 我不是队长 言庆是队长 亲姐 亲姐连夜 扛着火车头逃跑 我们今天不是有一个MC话题 就是 叫那个 如果你队友昏迷不醒 用一句话 把他叫醒吗 我觉得 如果这个话题 轮到言庆 就应该 对他说 醒醒 起来当队长 这种仙侠类的真的就很好闻 嗯 大家特别好笑 你们知道吗 我上次跟他们去玩的时候 就是我不是那个花神吗 然后他说我的 我的那个神的眼睛 就是让我去找 找那些NPC 然后要道具 去换我的神的眼睛 就说 这些NPC 他们的道具都在何方 说 只知道其中一个在 什么东南方 然后让我去推 剩下的这个位置 让我去找他们 问这个地方 西方在哪里 什么东方在哪里 不得不得 这之类的 我问了前两个人 我就是记不住 你们知道吗 我这个人是完全 不能靠东南西北 来辨别方位的 之后 我同一个NPC 问了三遍 他说 你刚刚不是来过吗 我说 我是路痴啊 师父 偏偏偏就是我 偏偏就是我 碰上这个任务 而且就是 他中间有一段 是你要去那个魔教 魔教是一个 很黑很黑很黑的地方 身手不见五只 天黑马黑 然后 要去这个地方做任务 我就很害怕 因为他有那个BGM 就他每一个地方 会有场景乐 那个地方场景乐 就很吓人 我不敢过去 结果我们 我们就有一个长老 他 那个 他说我陪你去 然后我们俩走了两步 他说 我也怕 我也怕 然后把我推里面 自己跑了 好崩溃 不过他们说 那个黑漆骂黑的地方 其实有一个特别漂亮的NPC 但是我没有碰到他 我的剧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有两分钟 今天就要睡顾白鲁 小多小多 想听快乐的歌曲 快乐歌曲 学之间 刚刚好 这快乐 听名字感觉不是很快乐 小多小多 下一首 听前度也不是很快乐 小多小多 想听欢快的歌曲 欢快多曲 Dpeace Music Sunny Jim 哦 这个还挺快乐 到两分钟正好就关了 该去写妆了 今天的眼镜也挺漂亮 谢谢19号同学的奶床 一定会早点休息的 今天太累了 待会去门口把快递拆了 然后把袜子洗了 把礼物也拆了 就可以睡觉了 我今天 就是说 怎么说呢 我都不知道 我这个甜甜圈是谁送的 就有人送了我很漂亮 很可爱的甜甜圈 非常可爱 待会我可以发图给你们看 我跟弟弟一毛一样 那种甜甜圈 但这个甜甜圈非常难吃 难吃的药咪朋友们 就 怎么说呢 虽然我不知道是谁送的 非常感谢你送了我 这么漂亮的甜甜圈 可是 它实在是太难吃了 希望你自己千万不要买 它甜甜圈还挺好吃的 那上面那个巧克力 也太难吃了我的天哪 这种苦我一个人瘦就够了 看你就是那个甜甜圈还挺好吃的 很小一个 甜甜圈特别好吃 然后上面巧克力巨难吃 我甜的朋友们 拉黑这家店 就什么什么高圆圆甜甜圈 还是什么我也不记得 是叫高圆圆甜甜圈吗 是叫高圆圆甜甜圈吗 二十五吧 再拖四分钟 再拖四分钟 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太不会做人了 我感觉我就应该说 今天这个甜甜圈非常漂亮 非常好吃 就是完美 但是我实在是太担心你们踩雷了 我觉得吃的东西吧 它好看也很重要 但最重要的是好吃 下次还送的是不是有点缺德了 我觉得 就这玩意儿你送谁踩谁的雷点 在别人的雷点上来回蹦迪 人家说到了吧 又很感谢你 又不好意思告诉你 这家店实在是太难吃了 然后你就会继续 因为这家店的甜甜圈 长得特别可爱 再送给其他人 每一个人吃了你送的甜甜圈 都觉得 这什么东西这么难吃 大家又不好意思跟你说 然后以后 别人对你的印象就是 哦 那个送了我超难吃甜甜圈的人 家人们 我是在拯救你们的这个社交关系啊 不知道是哪位好心人送我的 这店能开下去吗 我想说 这个店真的能开下去吗 难吃成这个样子 还是说 这个别人一般送完了之后 都是摆着看的 只有我一个人傻不拿鸡把它吃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就其他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东西它不是拿来吃的 只有我不知道 然后我拿来吃了 这么一想 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能 因为 让我想起了去年的时候 圣诞节 我收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那种 翻糖巧克力饼干的糖果屋 然后那个糖果屋上面吧 有一个长得特别像巧克力的牌子 上面写着就是那种一些祝福的画语 非常可爱 然后我吃东西吧 一般就有一个怪皮 我要么是从上往下吃 要么是从头往尾吃 要么从尾往头吃 都有可能 然后它拆在最顶上嘛 我就理所应当的把它先拿下来了 然后我一咬 它碎是碎了 可它不是巧克力 它是个塑料牌牌 然后我就在想 这种事情是不是也有可能发生在今天呢 就是说 全世界都知道它不能吃 只有我不知道它不能吃 嗯 我不相信这东西可以吃 那东西可以吃 如果它这么说的话 那它就是在建议我吃塑料呀 我不相信它是糖 一点甜味都没有 你以为我只是把它咬碎了吗 我还在嘴里嚼两下呢 哦25了家人们 time to say goodbye time to say goodbye the last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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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下次化妆再见 拆块地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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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